好 那么在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交叉商损失计算 对吧 那我们的目标值 它是分成四个目标值 每个目标值 它有26种类别 对吧 这ABCD一直到Z 你选一个 那这就是我们的数据组成目标值 你中间这个地方之为1 某个地方之为1 某个地方之为1 对吧 就跟这四个类别对应 那我们进行交叉商损失计算的时候 你的预测是不是有104个值 104个值 然后这104个也计算成概率了 然后通过这个与这个整体做一个交叉商 那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像这个网络在不断优化权重的时候 提高这对应的这四个位置的概率大小了 能理解吗 是不是就目的是提高这四个地方的概率 对吧 在整个优化过程中 当我提高之后 我发现这26个里面最大的值 最大的概率这个地方 是不是这个1位置 那说明这个目标预测成功了 成功了 那然后第二个26个对吧 是不是它的概率大的地方 是不是跟这个1 是不是在同一个位置 只要一个比较一个比较 是不是就知道你NCPP里面 对一张验证码里面 你有几个错 有几个对是不是就可以知道了 这是分开去比较你正确与否 能理解啊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整个分析 我们去这个分析进行交叉上损失计算 等等 好 那么接着来看 那这个地方就是说 我们如何建立全连接层输出 全连接层是什么样 是不是我们最后那一层 那最后一层的应该输出是一个什么 我们外干 Predict 是不是就是 多少个样本 每个样本都是 104个值吧 是不是104个值 是不是104值 对吧 你预测是怎么得出这个概率的 这104个概率怎么得出来了 是不是你原来经过网络输出的时候 你应该在最后一层应该有104个神经元吧 那你也这个过什么 那我们来画一下 前天我们讲这个你一个图片对吧 你输出是某一个类别的概率 对吧 但现在我我每一个位置都有26个类别 对吧 也就是123 1234567啊 再来三个 我们前天讲是不是 你的x输进去 然后与这群众一成 然后呢 经过10个这样的神经元 对吧 是不是10个输出 10个输出 然后经过三分的max 是不是你属于某一个类别的概率得出来 现在我们应该输出多少个 你的输出应该多少个 是不是104个值吧 是不是104个 所以我们最后的一个神经元应该有多少个 是不是一直到104 你应该有104个输出吧 是不是应该有104个输出 好 这里有一个输出 对吧 然后我们再画两个 我再画一个 那最后我们有104个输出值 104个输出值 那现在是不是就是刚才这个地方 你然后经过softmax是不是得出每个位置的概率了 能理解吧 得出每104个每一个位置的概率 然后与我们的目标值进行交叉上损失计算吧 然后你还可以分别对这26个里面对吧 4个位置是不是NZPP进行准确率计算 能理解吧 所以我们的这个网络中间是不是你可以一样吧 最重要就是你这个输出应该是多大 是不是要限定了你输出多大 这就是说你在识别不同的任务的时候 没关系 我的神经网络用的还是那一套东西 你可以用一个全联接层 你也可以用中间加卷进神经网络 是不是可以啊 那最重要的是不是你的输出得控制出 你的输出是什么样的 对吧 你的准确率怎么计算呢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神经网络 去识别验证码的时候 好 我们接下来再回过来头来总结一下 刚才我们讲的 现在我们一张验证码 是不是有四个目标值 每一个目标值又有26种可能性吧 好 那我接着我就一个个的去看 那我就说我每个目标值 我用一个数字代替 然后你是不是应该会置为一个1吧 能理解吧 26个长度为26 是不是你某个位置是哪一个 哪一个字母是不是可以置为1啊 这个代表N 这个代表Z 这个代表P 这个代表P 好 现在说你最终要通过这个东西去比较 比较你的输出 那 做交叉双损失计算的时候 对吧 你的目标值 NZPP 好 13 25 15 15 然后呢 我这一张验证码图片 我是不是这样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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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都有四个1吧 然后我既然有104个这个值在这里 你要去得出来 是不是也得出来是104个值 然后属于这四个1的这个概率 是不是我进行交双双损值计算吧 就是这样去计算 计算的目的是不是提高对应的四个位置的 特 就是你输出的这个概率值地方的某个概率 能理解吗 这个人能理解 就是说 我在这里 我这个是不是预测的值 这是不是你预测的 转换成概率的之后 经过SovnMass转换概率 这里一共有多少个 104个吧 104个 好 与这104个 注意了 这四个 26对吧 进行交双双损值计算 怎么算的 是不是零一个个去求 一个去求 一共104个 相加吧 注意啊 这104个相加 我们看到有零的地方 是不是就可以忽略了吧 最终留下来 是不是只有四个选项 一乘以某个log 你这个预测的概率值 你这个一乘以log 预测概率值 也就是说NZPP 对应的你预测的概率值 最后求助损失之后 我可以通过T度下降 去优化 反过来去什么 优化权重的时候 是不是就提高 这四个地方的概率大小 使得正好这个概率 这26个 现在你看的时候 要单独看了 这26个里面 你得出的前26个概率里面 注意了 你前26个概率里面 是不是 你要得出概率最大的 那个是不是对应的是1 然后呢 第二个26 然后你对应的概率最大的 是不是应该要与这个1的位置一样吧 然后再同理 后面还有26 再来26 是不是这样就去算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所以最终我们应该看 你的这个网络是不是不用改 我只要把输出改下就行了吗 输出输出改下就行了 输出也多少值 104个值 也就是说在群联接层 你应该输出104个值 然后经过Soft Max Soft Max 转换成什么 104个值的概率吧 这104个值变成了什么 概率值了 概率值 然后用这104个 因为我们的目标值 是不是有4乘以26个吧 也是104个目标值 注意了 这104个目标值 不代表是我有104个例别 而是有什么 每一个例别有 每一个目标值 是不是有26种可能性 还是这样 这样去理解 4乘以26 应该有4个1吧 万后的编码 是不是有4个一样 对吧 然后进行交叉 算损失计算 得出这个损失 得出损失 你就简单了 就可以去 进行这个 剂图下降 对吧 优化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思路 对吧 我们解决问题 解决这样的一个验证码 识别就是这样的 那同理 这样的一个方法 可不可以用在一些 别的验证码里面 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个 通用的 识别验证码的算法 比如说 你判断一下 你的目标值有多少个 对吧 有多少个你应该就建立 多少可能性 多少个值输出 然后每个位置 有多少可能性 是不是就可以 根据你每个地方 有没有大小写 有的是大写 还是小写 还是有数字 还是都是有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理一下 我们该怎么去做 这样的一个程序 对吧 那么既然我们现在 已经知道了 这个输出 对吧 怎么去做 对吧 交叉商怎么去计算 其实就简单了 是不是就要把输出 限定就好了吧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给大家的 这个数据里面 我们来看数据 由于这个数据 它是什么 是不是这里面 一张一张的图片 一张一张的图片 对吧 一共呢 是6000张 从这里到6000张 然后最后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 注意了 最后地方 有个labors.csv 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零 它也一直到 5999 什么意思 是不是每一张图片里面具体的目标值是什么 是不是已经标记好了 是吧 你第一张 NZPP 第二张 WKHK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张 NZPP 第二张 NKHK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是不是NZPP 这张是不是WKHK 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 我们是对应着每张图片 它的标签是什么 来去训练 因为你要有目标值 所以 这个地方 你的准备数据 那由于我们 我们要去进行识别的话 你应该怎么办 图片 是不是很简单 就是20 乘以80 注意了 你这个高是多少 28 宽是不是80 你要说2080 宽HIT 这个宽 这个高HIT 这个宽WISE 2080 那每张图片都固定大小了 是不是不用处理了 直接读取 是不是就2080 三个通道 彩色图片 这就是图片的数据 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第一步 肯定先处理数据 对吧 处理数据 处理数据 处理数据的话 我们要这么去处理 首先它有两个文件 它有两种文件 一种是图片文件 还有一个 这里面是包含的 6000张图片 然后还有什么 标签文件 标签文件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 你的图片 读取出来 每一张是不是都是 二十八十三嘛 好 就是这么多 但是注意了 你读取出来的时候 从零到五千九百九十手 能不能乱 不能把它搞乱嘛 你比如说 这读取出来之后 第一个就变成了 十了 十一这张图片 第二个变成了 三十张图片 不能搞乱嘛 因为目的是要与 Label对一对一嘛 是不是要与Label对一对一 否则你是不是找不到 Label对一的这个 你要知道Label里面是按顺序来的 零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直到五千九百九十 第一张图片 第二张图片 所以你读取这图片的时候 里面的图片的顺序不能变 那这里就有个非常大的坑 你用 List DIR列举这个东西的时候 列举这个目录 目录的文件的时候 它的这个顺序是会变的 那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说在这里对吧 我们用import一下os os.list.dr 我们说要列举这个文件里面所有 这个目录里面所有文件吧 把图片 假如说我们现在把它所有都拿出来 把我们指定目录的对吧 单前目录下 在我们的time目录下 有一个这个东西 这样 这个目录应该不是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目录在 对了呀 input os os.list.dr 然后呢 在我们这个单前data目录下 搞错了 data目录下 jam picture jam picture 是不是这个 列举出来 好 那我们看一下列举的结果 乱了吧 是不是乱了 六十三八百二十三 那我怎么跟这个labels里面的 零一一三四从前往后对应 是不是这样就乱吧 所以不 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一一对应了 所以这个方法不好 对吧 也说你这个东西呢 就不能一一对应了 对吧 因为你的图片和标签 一定要干嘛一一对应 不对应了 那你是不是目标值就错了 目标值错说明 你这个训练是不是没有意义了 对吧 所以这也要一一对应 一一对应 要一对应 所以那怎么办呢 我就想这样方法 比如说 我就自己构造 我既然目录已经知道了吧 好 我既然目录知道 我就循环构造 一千 六千个字符串 是我的目录是不是在 单前目录下 data目录下 是吧 我再加什么 我可以把i fori 六千 是不是就可以了 瑞丽六千 是不是 从零到五千九百九九是不是就可以构造对吧 零啊 第一个构造是零点 这笔记 然后第二个字符串 够造的时候是 哎 一点这笔记 我是不是自己可以去构造啊 哎 所以这里面追了 哎 一点这笔记 所以一个个构造 我可以构造几个字符串啊 不用理死的呀的呀了 哎 构造六千 然后我再把标签文件读出来 这个标签文件里面的数据是不是就是零到六千的 哎 这个地方注意了好 那么我们先就考虑先弄这个图片的这样一个数据处理数据 注意了 标签文件我们读取出来的时候 它是零对吧 比如说你读取的是零 它零对应的是什么 是不是自创 NZPP 然后读取了这个一对吧 WKHKWKHK 好一直到后面 一直五千九百九十 是不是这样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行六行 我是不是可以通过通知不落里面读取文件去读取它吧 我第一个也 注意了这是读取CSV文件我们应该用CSV文件的那个东西吧 然后 哎 解码成 这个东西是什么 硬的吧 这一列是什么 自创吧 那我想要做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把这个数字啊 把这个自负创呀 转换成一个数字 那这个转换成数字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NZPP看一下 13251515吧 是不是转换成这个东西 13251515 是不是对应呢 你这个东西的对应的这个什么字母吗 能理由啊 对应的字母 然后我也把这个第二个也转换一下 比如说啊 比如说这个W对吧 好 13啊 这个K呢 随便举一个了啊 好 随便 这是随便举的啊 那是不是也就把你这四个值啊 转换成对应的什么 对应的每一个数字吧 哎 因为我要最后处理的时候 肯定是要去用数字去处理吧 我不能用自负创处理 所以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把你图片读取出来 对吧 对应的这个图片内容 然后呢 标签文件也读取出来 然后标签对应的一个0到5990的东西 然后转成数字 那么现在我不想处理麻烦 就说我现在呢 想把统一的把这两个东西图片 零一张 第零一张图片 跟他内容 跟他的标签放在TF records 可不可以 我现在用这个东西 是不是可以把它更方便的放在一起 以后我再去读取TF records的时候 是不是就很方便了 还记得这个TF records这个作用吗 是不是能够把你的图片的东西 跟你的标签一起放在一起 一一对一吗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我们的图片读取出来 标签读取出来 然后去处理一下标签的数据 对应的这个数据 然后把它存到TF records 一个一个的存吧 六千张图片 是不是循环的一个个的存 好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那么这一步骤呢 我就不带他去写了 就看一下这个代码怎么写 因为呢 等一下我说明这些原因啊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input就是处理这个标签数据 处理的结果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 TF records 到时候我也会发给大家 等一下就会发给大家 TF records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处理的 首先我们从这里看啊 第一步 获取验证码文件当中的图片 是不是六千张图片吧 好 我通过一个函数去读取了 返回的就是六千张图片的 验证码的这个数据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这一步 这一步怎么去做的 好 我们进去来看 获取验证码图片 我自己构造了一个文件面列表 是怎么够造 是不是 我通过构造这样一个 到多少GPG 然后装进去吧 是不是装进去 然后这里面是不是 0.GPG 一直往后到五千九九 五千九百九十九点GPG吧 然后我把路径跟名字 循环的加起来 是不是 file list应该是 某个目录点0.GPG 某个目录一点GPG 某个目录二点GPG的 这也是我们之前读取的过程 这个不用弯了 好 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构造文件对列了 是不是 构造文件对列 我把这个文件传进去 文件的这个列表传进去 是不是得出一个文件的 是吧 对列 好 接着 我是不是要通过一个图取图片的东西吧 读取图片 是不是hovel reader 去读取吧 hovel reader read点read 是不是read这个里面 read这里面 然后读取key和value key是文件名 value是什么 是不是 一张一张图片的内容吧 默认我们读取的时候 这里value是不是只有一张图片了 那应该就是0.GPG这张图片的内容 我们接下来 是不是要解码 GPG需不需要解码 需要吧 这是固定步骤了 我只是复习一遍 解码之后 是不是image 要注意了 这个image是不是形状 应该都是问号问号 所以我们应该转换成 我们真实的数据 注意了 这个地方要按照 hit wise和channel去写 hit是高 wise是什么 宽 那我们这张图片应该是 高是20 宽是80 不要写的80 成20了 好 这是有固定写法的 不要写反了 20 20 乘以80 然后 默认读取的image 是不是一张图片的 那我现在可以干嘛 批数理的吧 因为你想要把6000张图片拿出来 是不是我可以6000张图片一起拿出来 image bunch 它的形状应该是什么样 我们自己来写一下 它的形状应该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6000 20 80 3 这是不是它的一个形状数据 哎 这也就是image 注意了 这里面的顺序都是正序的 能理解吗 正序的 好 那就说image bench 已经包含了6000张图片的一个数据了 好 接下来是不是要处理标签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函数 读取我们验证文 验证文件里面对应的标签数据 因为我们不可能现在已经知道图片里面是什么 但是我们有一个lables吧 这个lables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处理的 同样 我先把这个对列构造好 是不是 当前目录下 data目录下的 jampix.lables.csv 注意了 你如果说你要用的话 你注意把这些目录改下 改成你自己的目录 是不是lables读取出来了 好 好 这是不是你刚刚好的一个lables的一个文件 对列了 好 接着是不是要构造 csv文件用什么读取 是不是textline reader读取 不是hofer read的 也不是什么fixer length的 reput read的吧 是这个东西 一对一 csv文件 read read 这个东西 翻为value 默认读取 是不是一行的 csv是不是默认读取一行 那读取一行 是不是这个东西 对吧 我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先把这一行读取取出来 一行有两列吧 那第一列应该是一个int 第二列是个什么 自不串吧 那我们就解析的时候 是不是啊 decode csv 你record reader 就是你第一列是不是一个int类型 然后第二列是什么 自不串类型嘛 是不是我把它解析出来 解释出来number和lables 然后我们要用的是什么 是不是只是这个lables 注意了 这个lables是不是从0到5999是顺序的吧 注意了 不是乱去的 是顺序的 好 那如果说你如何指定乱去顺序呢 你要注意这个地方 shuffle 指定false 那同理 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也要指定shuffle 等于false 能理解吗 如果你这里不指定shuffle 那你肯定会乱去的 这个地方要注意了 这是一个坑啊 好 那么接下来 lable bench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形状 它应该是一个字符串 对吧 好 它应该是一个 你有6000个图片 对吧 6000张图片 每一个对应的一个字符串 那个字符串呢 我们就把它单成一个整体 可以吧 好 labelbench 好 那么接着 我这个labelbench里面 每一个应该是这种形式啊 我们直接这样写 它应该是这种形式 这个里面 是不是装的字符串啊 比如说 nzpp 这是第一张图片的吧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wk 去k吧 是按顺序来的啊 是按顺序来的 然后 第三个 我随便写了这啊 asp 是不是这验证码的目标值 是不是拿过来了 接着我是要把这个东西处理一下 我怎么把字符串成进去 说我要把字符串里面 n对应的是哪一个字 哪一个数字 z对应哪数字 p对应哪数字 是不是要拿出来啊 哎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那我们要处理这个地方 看到啊 label也读取出来了 接着我要在哪个地方呢 我要在这里去处理一下 nzpp 这里面 看一下 我是不是把这个值拿出来了吧 labelstring 我run一下label label是一个什么 是个tensor类型啊 那你要run一下 才能把这名东西拿出来吧 这就是他真实的这些值了 好 拿出来之后 从零到五千九百九十张图片 我要把这个东西进行转换 转换成什么 是不是这个东西对应了什么 数字 这个对应对应什么 注意了 我就来一个这样函数 label 要处理这个东西 好 处理的结果 我看一下怎么处理的 这也就是处理的逻辑 看一下 先看一下它处理成什么了 就处理成这个东西了 看到能知道这什么意思吧 是不是每一个字符传对应的这个英文对应的一个数字吧 那我是不是首先要构造一下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现在有多少可能性啊 每一个地方啊 每一个位置是不是有ABCD 你得到Z什么可能性啊 如果说你每一个位置肯定性多 你是不是就加进去就行了 能理解吗 好 那现在我要构造什么呢 我要构造一个字点 好 我构造一个字点 将我这个lighter转换成一个list 用一个list的转换列表之后 然后用enumerate 这个enumerate的什么作用 是不是 加一个序列 是0跟1对应的 然后25跟Z对应的话 是不是这个序列啊 注意了 这个应该是一个序列 然后这里面对应呢 我是不是把用个字点转换 是不是 变成了0对应的A 1对应的B 2对应的C C一直到25对应的Z吧 能理解吗 好 那这个new non-letter 但是 我是已知某一个目标指示A 我要找到对应的数字是什么 我可以把这个建制队反转一下 建制队反转 在passer当中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方法 你自己去想吧 对吧 在这里我就用了一个 numerate.values是什么 是不是ABCDEFG啊 一直到Z吧 numerate里面的piece是什么 是不是 0135678的一直到25吧 然后 我把这两个组成一个字典 然后 Z吧 就把它合成一个像元祖的东西 然后用字典给它转换成 A对应的0 B对应的1 一直到Z对应的25啊 能理解这个过程吗 哎 就是说字典反转啊 建制队反转 好 有了这个之后干嘛呢 我现在有的东西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哎 在这里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我要循环取出 第一个验本的这个东西吧 然后第二个验本的这个东西 然后一一的把它转换成数字吧 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转换的 来看到这里 我循环for string 循环一下 label string 这个label string就是刚才我们传过来了啊 就是那一搞东西对吧 就是这个啊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B 啊 这里应该是B 然后呢 这个是呃 NZPP 对吧 啊 后面我就不写了 点点点点 好 我去循环取出 好 这是不是第一个样本的 好 第一个样本的 然后呢 我修改一下编码 为什么修改编码 这是一个什么 bass吧 对了 bass的话 你不是一个字符串 你要把它 dcode一下 在python三当中 你要把这个dcode一下 就变成那个字符串的 哎 变成个字符串的一个 fvqg 这了 好 转好之后 我就找到f对应的这个字典里面 是哪一个数字 label string 是哪个东西啊 label string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这个label string 好 然后对应的这个f for letter in string的dcode for letter in他是不是vv找到对应的这个数字了 然后vff找到对应的数字 然后v找到对应的数字了 通过这个字典啊 通过这几点q通过这个字典找到对应数字 j找到对应数字 我是不是放到一个label list里面 那这个label的里面是不是 就是一个列表吧 是不是一个列表 然后这个列表 比如说是1234 是不是这个值啊 好 那接着我应该有很多样本吧 这是一个样本 它的目标值 好 我接着构建一个列表 叫array array append了一下 那我这个array里面是包含了所有样本的数据 看一下 是不是循环的把所有样本转换成这个东西了 也就是说 最终我们是不是想要这个东西 能理解吗 最终我们是想要这个东西的 那这个我 那这个我就可以直接转换成一个tonsult类型 那这个我就可以直接转换成一个tonsult类型 注意了它因为是一个列表吧 所以我用一个constant的把它转换成一个label 那么注意了这里的label它是一个tonsult类型 它是一个二维的 然后呢里面赚的是每一个样本对应的四个目标值的数字吧 也就是说最终我们是不是想要这个东西 哎 处理好之后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特征值目标值放到 什么这个tfrex里面了吗 我就是要 这个地方我先不把它转换成1号的编码 如果转换成1号的编码 是不是你应该 13应该有26种可能性 你没某个之一吧 25是不是应该26里面之为一吧 我先不这样 是不是浪费空间了 对不对 我在读取的时候把它转换成1号的编码 对吧 好 现在你目的已经转换成这个了 接着我就可以把这两个东西写进去了 那写进去呢 把labelbench和imagebench一起写 写的话就跟我们之前一样了 写进去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写的 read to a tf records 怎么写啊 imagebench特征值目标值 是不是首先我把类型 你可以类型转换一下 把labelbench转换成1号的8再写进去吧 注意的啊 类型你可以转换一下 好 第一步 建立tf records的 存储器 能力就啊 电力特上存储器 writer 然后full i in range 所以把6000张图片一张一张的图片是什么 标签是什么 写进去吧 好 那我们说了 你的这里面都是一个一个个的列表 对吧 你这是一个列表 呃这个粘量 呃这个粘量 这里面也是一个粘量 我们用什么存啊 用string还是用float 还是用这个int 是不是用string都行了吧 那我们之前一个标签值 那我们之前一个标签值一个图片标签值是不是就一个 0到9 是不是一个数字 你是不是可以用int 但现在你的一个图片有几个目标指啊 四个目标指吧 那你不能说把四个目标指组成一个int 还存进去吧 是不是不行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这两者都以string的方式存进去了 好 所以我们取出第一张图片的值 注意到image半径是不是一千二十八十三啊 我取出其中一千里面的第一个二十八十三 转换成一个string best类型 好 string类型 然后这个string类型干嘛呢 放到这里吧 然后对应呢 这张图片的image 然后同样这张图片的目标指是不是取出来 tostring也把它转换成一个目标指 然后呢 转换成string啊 存进去 是不是现在第一张图片的内容 以及第一张图片的这个东西 目标指 验证码图片的目标指 十三二十五十五 是不是存进去了 好 存在一起了 是不是把六千张图片图片 以及图片的对应的标签值 是不是都存进去了 最终我们 把这个东西序列化一下 对吧 关闭文件 那最终形成的是什么呢 就这样一个TR reference 这里面包含了多少张图片 六千张图片 每一个example 是不是都是一个图片的 你的数据 图片二十八十三的数据 对吧 一共这么多特征 然后你的目标指 是不是 比如说是NZPP对应的数字 存进去了 是不是这样就数据准备好了 我们数据就准备好了 这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 清楚你这个地方要做什么 主要是为了把数据统一一下 规定一下 好 那这个TF records呢 在这里我就不运行了 因为呢运行的时间比较长 不知道这个TF 这个tensorball 为什么会在这个写这个数据的时候 写六千个数据啊 它需要一两个小时 写一两个小时写进去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们三个也不能演示 把它写进去了 对吧 它这个TF records已经生成好了 那等下会发给大家 那接下来 我是不是就可以读取TF records 去进行识别了吧 能理解吧 接下来我们的步骤 重点就是这个了 好 这个过程我们就直接互联 我们现在来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我们要去识别了啊 现在呢第二大步呢 现在是第二大步要识别验证码 好 识别验证码 我们来讲啊 之前我们有几个识别图片的话 有几步啊 第一步是不是准备数据吧 第二步建立模型 第三步是不是交双双损计算啊 第四步我们可以直接T度下降 第五步你可以求准确率 求这个什么东西 然后再去运行就行了 好 这里我们一步一步来啊 不用急一步一来 第一步 准备我们的数据 这个数据我们现在是 不用再去搞这么麻烦了 对吧 我们直接从 TF Records里面读取了 现在是不是你 你搞翻面了 是不是别人要去读取数据 是不是也翻面了 对吧 好 TF Records里面读取 那这个读取里面 每一张图片啊 每一张图片应该是什么 每一张图片 是不是 有image label 这两个东西啊 是你在读取这个文件的时候 解析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 用 什么 解析的时候 要解析一个三口 好 现在来看啊 image label 是一张图片都对应的了 好 现在我的image应该是什么样的形象 是不是 一个个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吧 那我们来写一下 好 你是 假如说啊 我每批次读取100张 注意了 我每批次读取100张 然后呢 我的数据是什么 20 80 3 这是你的读取 现在你的label 读取单应该是什么东西啊 100 然后 100张图片的目标值 然后每张图片目标值 是不是一个4啊 4个值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是不是一个二维数组 然后这里是13 25 15 15 15 然后这第一张图片 第二张图片对吧 比如19 23 20 16 这是第二张图片 然后一直有100张图片吧 是不是你现在读取这个东西吧 好 数据读取出来 现在已经非常简单了 那就不用管 第二步我们应该干嘛 我直接把X特征 这个特征值啊 直接输入到模型当中 去计算计算得出值 那我们之前在做 这个 看到啊 我们之间在做第六天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 是不是建立张图片 把这每一次的数据 把它输进去吧 是不是建立张图片 那这里我要不要经理张图片了 是不是数据读取出来了吧 那我就直接 你也可以直接填啊 在这里进入调读取 我直接把它呢 输到我这个网络当中 用image输到这里 是不是与他计算就行了吧 那你解释了 我就不建立张图片了 啊 这里就是我们直接读取数据去计算 那第二步 我们建立模型 建立模型 直接读取数据 去输入 到模型当中 好 那我们这个地方 建立这个模型呢 我们这里就不使用那么复杂了 卷移成功 我直接选用一个全连接层 因为本身这个图片啊 本身不大了 是不大 那我就直接拿全连接层去做了 全连接层去做 全连接层 好 那是不是就只有输入是多少个特战 是不是20 80乘以80乘以3啊 然后你的输出是多少啊 我们刚才说了 必须是104吧 所以这个地方的全连接层 你应该怎么计算 或者说怎么去建立啊 你的权重应该是多少 来想一下权重 它的形状应该是什么样的 只有一个全连接层啊 就只有一最后一层 首先你这个要不要转换成二维 是不是要举正计算了 转换二维啊 那二维的话应该是什么 S等于120乘以80乘以30 这是因为举正计算是必须的二维的吧 全连接层对吧 3啊 3 全连接层是举正计算啊 那所以你的目标输出应该是什么 外干Predict等于什么100 然后你应该是4乘以26吧 所以你要被得住输出 你的WB应该是怎么设计 你的W应该多少 W等于20乘80乘3 然后你的后面这个列数应该是4乘以26 是不是这个乘以这个 是不是就是100 4乘以26了 再加上一个偏值吧 注意了 再加上一个BIOS BIOS应该就是你的神经元个数吧 是不是 就是你最后一层的这个神经元个数 对吧 你有104个值 对吧 好 所以最后一层就是4乘以26 好 现在已经设定了 我们就另一个全连接层进识别 得出这个结果 好 现在我们这个目标 目标值是140 这个是外干predict 那怎么办 你要进行第三步 我们第三步应该干嘛 第三步 是不是要 第三步干嘛 你是不是已经输的模型得出你的预测结果了 是不是要建立损失了吧 建立损失 好 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 建立损失 我们要交 包括softmax都在这里做的 softmax交叉上损失 好 现在你又两个东西了 预测值 目标值 那么我们说 在这个神经网络当中 我们的目标值是不是都全都经过弯号的编码 是不是全经过弯号的编码 那最终经过弯号的编码的结果应该是什么呀 这个东西是4个值吧 那应该是把它转换成一个含26种可能性 这里转26可能性之为1 这里面26之为1 这里26个值之为1吧 是不是这个东西 那最终得出结果 我们先来看一下 注意了 你最建立交参酸损失 你现在是140乘26 你现在是什么 140吧 4个值能经历这样去交参酸损失吗 不能 你要把它转换成这个东西 是不是要转换成这个东西啊 然后再与你刚才104个东西 分别去进行交参酸损失吧 也一乘一落的东西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东西转换弯号的编码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弹数去做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转换成弯号的编码 怎么去转换呢 我们把这里复制过来 之前我们在介绍这个神经网络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叫 先把tonsorflow导入进来 sTF 我们有一个 我们把这个交互实惠的绘画API 那是不是有一个tf.one杆号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在ppt里面有吧 但我没提 我说后面会用到这东西 是不是在这里要用到了吧 因为我们提供的数据 是不是本身不是网好的编码了 你要自己转上网里面 之前我们在做这个案例的时候 是因为它已经你转好了 对吧 是不是你这个外干处 是不是已经转好了 不需要自己转 那现在你需要自己转的 假如说自己转怎么转 onehold它有几个参数 第一个就是你输入 你把某个东西转换成某个值 那这地方呢 你就直接输入这个值就行了 我们把这个值拿过来 比如说我们输的是这个东西 等一下把沈六号删除掉 我们现在不搞多 对吧 就搞这么多数据 这是第一个验证码图片的四个目标值 第二个验证码图片 所以我们这好 第 哪个地方 啊少一个中国号对吧 好这是一个 哦为的吧 好接着第二个参数叫 dabs dabs是什么呢 就是你有每一个位置有多个类别 那每个字有多个类别 就是你one号编码的长度 13你应该是26个吧 你是不是26个字母啊 对吧 对吧 所以dabs就是你one号的编码的长度 26 好接下来有一个重要的就是assess assess你是指定对哪个转换 你是对这里面有你可以获取这个0 也会获取这里面的这个1 要注意到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转换1 2我们来写1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那默认如果在13这个位置出现了 你的默认值是什么呢 1.0 其他的都是0.0吗 哎就这些三种 好我们再回一下 dabs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你的 万号的编码这个类别的数量 每一个位置类别数量 然后这时你指定哪个轴进行万号的编码 然后on value 就是你这个地方如果是13的话 是不是把它置为1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转换的结果 我们用点evo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13转换应该是 韩是26个 然后某个位置是13吧 但是你现在这个东西是有什么 就4个值吧 应该是4个值 4个万号的编码吧 好我们来再换一下 把这个地方换成2 我们来看一下 OK换成2 看一下这个时候我们要结果 看一下啊 首先对于第一个样本来说 第一个样本啊 我们这前面 是不是有4个值 目标值啊 每个值13 13我是不是转换成了万号的编码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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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好在13这个位置之为1了啊 好这是第一个 25 是不是26种可能性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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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好在最后一个位置之为1了啊 好 然后在这里 是不是也是从0到25 然后把15这个位置之为1 这两个是不是一样啊 是不是第一张图片的万号的编码吧 然后第二张图片的万号的编码吧 是不是就这样一样子啊 那也是说万号的编码 是不是就这样去转化 好 那所以要注意了万号的编码 这里我们把这个图呢 直接截上来 对啊 你要知道为什么要经过万号的编码 是不是应该叫计算交叉上损失 以及准确率求的时候 是不是都需要吧 这地方要注意到啊 我们这里要先把 先把这里第一步 对吧 这里我们写上第一步 第一步 先把我们的这样一个100 124对吧 转换成 one-hot编码 这是我们的一些交叉上损失准确率去算的时候要求的吧 哎 这个转换之后 好 那现在你有一个外干处 外干处变成这个值了 已经变成了 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万号的编码了 100 变成了这个值 1426了吧 是不是426 看一下 这个注意到是不是一个三维的东西啊 转换之后是一个三维的啊 三维的啊 那但是我们进行交叉上损失是不是二维的一个个的去进行计算啊 啊 所以我们要注意把这里要转换成一个二维的与什么外干处与外干处的一一去计算交叉上损失 能理解吧 好 交叉上损的计算的过程我们就不这样看了 是不是就这个值啊 哎 这个值就算好 是不是得出一个损失者 得出损失值之后啊 这个平均损失 我们第三步该干嘛 是不是要T度下降优化了 T度下降优化就简单了啊 T度下降优化 就简单了 对吧 前进学习率最小的话算是好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我要想得出每批次训练的时候 这个准确率是不是要得出来啊 准确率怎么得啊 是不是你的目标这个预测值得出的这样一个概率值 就是说你输出的这个概率值 我是不是要看一下某个位置最哪个对位置最大吧 是不是哪个位置最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怎如何去比较这个正确的概率 那想想我们之前怎么做的 你只有十个结果吧 十个结果 是不是你只要比较这个位置是不是一就行了 那现在一张图片你要比较几次了 是不是四个东西都要比较了 所以要注意了 现在你是四个标签的这个值 交章上损失我们刚建立好了 那现在你是不是建立一个形式啊 哎你每个位置都有二十六的可能性 你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计算准确性 好扶着过来 这个准确性计算啊 我翻到第四步 我单独拿过来了 新建一个 假如说这个呢 是我们的目标值 对了 这是一个三维的形式吧 目标值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也有预测值吧 预测值 预测值 好 那么预测值跟它的形状或者形式是不是一样呢 也是一百四二十六吧 是不是这个东西 这是你的预测值啊 这是你的目标值啊 但现在我把这个东西又转换成了 哎三维的形式对吧 一百个样板 每个样板是不是有四个值 四个值是不是有二十六个编码啊 是不是这个啊 哎 这也二十六吧 这是二十六吧 这是第一个样板 第二个图片 第三个图片 第四个图片 每张图片的四个目标值 对应的数字的 往下的编码 接着你有预测值 预测值是不是也是这里面的一些值吧 当注意啊 这里面是不是你这一些0001啊 不是吧 它应该里面是什么 概率值吧 哎 注意到这个地方我们没办法改了 你这个里面是概率值 啊 这里面是概率值啊 那我现在要比较你预测值 某一个样板是否预测正确 应该怎么比较 怎么比较 是不是看到 看到我们这里 假如说你就比较第一个样板 第一个样板四个目标值 是不是要一一去比较 好 我要比较 我要比较第一个样板 第一张图片的第一个位置 它的概率最大的值是不是跟这个地方一样 一样 是不是就是正确了吧 说明这个图片预测是不是某一个地方预测正确了 还有三个地方吧 好 还有Z对吧 好 还有一个米 它是不是看比较这两个位置 这个概率最大值对吧 这26个概率最大值跟它的位置是不是一样 是不是就可以比较了 然后 这一地方的概率最大值跟它比较是不是位置一样 这个概率最大值跟它比较最一样 好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这样去说 假如说你现在目标值 刚才以我们的这个NZB来看 就是13 25 15 15 对吧 好 这是目标值啊 13 25 15 15 这是你的目标值吧 假设说它预测出来呢 是这个结果 它预测的概率值的位置 最大的位置 这里是13 这里是22 然后这是15 这是15 那我们说这个样本有没有预测准确 是不是NZPP 你这个NZPP目标值 你的Z没有预测准确吧 你说的什么 22了 是别的值吧 那也就意味着你 这一个样本是不是预测错误了 这说明这个地方样本 我就把它制为0 是不是意味着我预测错误 我把这个样本制为一个大的叫0 好 接着我来比较第二个 第二样本是不是 假如说你的目标值是一个什么 WK HK 然后你预测出来的最高的最概率最大的位置 是不是WK HK 那是我假如说一样 就是我这个样本是不是预测准确啊 这是第二张验证码头边了 好 同理是不是 EA之一 然后对这个100个样本求一个平均值 是不是就求出你的准确率了 能理解吗 那这个东西 我们之前运行准确率计算 是不是用到了一个ARGMAS和ECO吧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用到这个ARGMAS TF.ARGMX ARGMAS 那我们要对哪两个东西求 最大的 是不是预测值和目标值都要求啊 那这个形式又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的形状是什么 三维的 那100个样本 四个目标值 每个目标值是一个26个概率 也有可能是26个边吧 是不是两个东西啊 那我要对哪个位置求最大值啊 我们要对这个位置求 这个地方的最大值在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的概率的最大值在这个位置吧 是不是要求概率最大 这个概率值的最大值在哪里吧 所以ARGMAS 我们要对某一个值 比如说我们的预测 预测值 预测值 那我要对哪个位置求呢 我们的形式是这个东西 是14426 那我们说我们ARGMAS 后面是不是有个参数 来 咱们来回席一下 我们的ARGMAS 是有参数的 在这里 ARGMAS 我们指定的是1吧 这1我们当初说了是下标的意思 例如说从前往后 它应该是对列里面的每一个数据进行比较吧 那在这里面你的应该比较哪一个 是不是这一行的26个数据的一个最大值啊 这里面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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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100个04个比较所有的最大值吧 它有4个最大值吧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的下标应该是从012开始的 0 这是0 这里是1 这里是2 那我们应该对哪个球最大值 对2 什么意思呢 就从2 对吧 01表示这个样本嘛 2表示每这个样本 4个目标值里面某一个 就是对26里面球最大值 这26概率是球最大值 是不是 然后这个地方 然后来一个1口 比较这两个目标值 是不是一样的就行了吗 盘盘这个样本是不是一样 那是不是还是一样 1口 里面是什么 Argmax外干2 Argmax外干predict 是不是就比较你们是否相等 然后求出一个是否相等的列表 然后对他求一个平均值就行了吗 能力就好 好 那么这就是准确率的计算 等一下我们再来详细看啊 等一下数据都要去一步步读取的 准确率计算 好 就这么简单对吧 好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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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